你有外帶 沒有 吃飯時間想吹冷氣 吃碗面線門口必須先 十連制登記名字和電話 店家很貼心用紙板遮住 上一位人民避免各自的外洩 疫情升溫 店家客人都很謹慎 我覺得他時間很趕的情況下 會來不及我就選擇不來自 客人如果覺得麻煩的 大部分他都會外帶 十連制上路外帶多三成 南台灣知名連鎖漢堡店 則是乾脆取消內用 店員把椅子全搬上桌 酒精消毒 店門也貼上告示 內用 全取消 什麼時候開始的 今天開始的 就在基隆缺者富人到高雄 參加廟會後隔一天 立刻全部改外帶 另一間門市也一樣 能力不夠 因為要是沒辦法量子 一經升溫 再加上人力不足取消內用 但高雄市區的這一處市場攤販 則是都沒有失戀制 就是可能只是賣個兩分鐘 會有點麻煩 這一次客人他也不見得願意填寫 不管北騰粿 壽司 雞蛋糕 牛排還是飲料店攤商 客人大部分外帶為主 失戀制比較難落實 高雄市政府將迅速推出 個人QR Code辨識系統 掃的系統 它就會辨識到我的QR Code 它就會記錄 就像是個人LINE掃描 加入好友一樣 只要一掃就可以記錄追蹤 避免夜市小吃攤成為 失戀制破口 不讓夜市小吃攤成為 失戀制破口 也能避免各自外洩 記得拆裝既往舒宏高雄島